您尝试过不用剥皮的香蕉 连皮都可以吃下肚吗 这彰化有个民众 八年前栽种了一株 这个铝颂椒 他发现这小鸟 其实连皮都会啄食 所以他后来试试看 发现了的确 香蕉皮的口感 有点像地瓜皮一样 软软甜甜的 所以这直接 整个香蕉都能够吃 附近的民众听人 也都很好奇有于尝试 您有没有尝试过 不用剥的香蕉 连皮都能吃下肚 好不好吃 看这位民众的表情就知道 这个香蕉吃起来 的确蛮特别的 就是口感上 不会有酸涩的感觉 乱的好像那个 我们欢迎说 烤地瓜烤 那么香那么甜 吃过的人说 香蕉皮口感 类似烤熟的地瓜皮 又软又甜 民众觉得很惊奇 纷纷勇于尝试 而能吃下肚的香蕉皮 就是这一颗铝颂椒 被椒农说是突变品种 不过它的确突破了蕉皮 原本又苦又涩 难以入口的口感 皆是雷雷长在树上 而且全台湾就这么一颗 我们种了八年之久 因为这个皮能够吃 我们也是偶然发现的 因为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 它突然有那个小鸟 都会从 都会一直来吃这个香蕉皮 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改良呢 栽种者说也不知道原因 将送往龙尾会离心 不过就连皮都能吃的香蕉 已经在当地传开来 让民众嘖嘖称奇 昨天新闻陈锋回彰化采访报道